嗨,我是Jerry塞 这一条影片会教各位AH94的驾驶舱环境 能启动快速能启动 和如何进行关机 从左到右开始说起 音乐播放器 装备弹射按钮 这个需要选择挂架上面的位置 然后再进行弹射 比如现在选择翼间 按弹射的话 翼间上的装备便会被弹射 还有外挂架 和内挂架 开启或关闭反制措施 折叠悬翼的钮 关闭后可以展开悬翼 悬翼刷车 关闭后悬翼便可以开始战动 引擎动力感 有关闭 待机和飞行三种状态 关闭悬翼锁之后便能推到飞行 刹车 起落架 飞行辅助系统 座位高低 战斗集成感 飞行集成感 雷达警告系统 清除导航点 切换 切换MFD画面 飞行信息栏 显示引擎 显示引擎 转移速度 和扭矩 也可以显示 燃油量 油耗 预计飞行时间和预计飞行距离 还有自动驾驶 NAV 导航点 让直升机飞向导航点 HVAL 悬停 ALT高度 让飞行器保持一定高度 HDG航向 让直升机可以直线前行 OFF就是关闭所有 这个是备用仪表盘 武器保险 MFD亮度 要留意的是 AH94的动力系统和灯锯系统 是复位拉杆 所以它会有三档状态 开启 复位 和关机 所以要开启引擎的话 要往前拉 关闭引擎便往后拉 这个是内部通讯 开启之后你的炮手便能听到你的说什么 而音量水扭可以控制炮手说话时 你所听到的音量 抬头显示器 不用放下护目镜也可以看到额外的飞行信息 AH94的头盔和F45A一样 是内置了头盔内显示器的 抬头显示器内容亮度 到集成杆的部分 如果不熟悉操作可以去Option 里面选择操控提示 开启之后抓住集成杆便能显示集成杆上按钮的作用 飞行集成杆 摇杆负负责配屏 Y键负责自动选停 而板机则是刹车 战斗集成杆有两种模式 按下板机之后切换 第一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可以按下Y键切换MFD的控制 而摇杆则是控制MFD 第二种模式按下Y键之后释放反噬措施 摇杆可以操控挂架上武器的角度 推动摇杆可以看见瞄准准心会上下移动 对应的挂架上武器的角度 而操控杆的控制与别的飞行器也有一点不同 按下B键是切换武器 但算是摇杆则变成了配屏 如果在单人游戏中游玩的话 动力系统旁边会有一个切换座位的按钮 按下之后便可以来到炮手的位置 炮手对于直升机的操控会更加匮乏 只有一个飞行集成杆 但是炮手会额外有一个置中的MFD 而两个把手与战斗集成杆和操纵杆大同小异 但右边的把手可以控制目标拾取器的缩放 两个把手在配合之下可以快速的获取一些目标 那么到了晚上就来介绍一下灯具吧 灯具分为舱内和舱外 这个是驾驶舱的灯 这个是仪器的灯 可以调整亮度 而舱外的灯和动力装置一样 也是一个复位的拉杆 向上拉就是开启 向下拉就是关闭 左边的是导航灯 开启之后挂架会有红色和绿色的点 中间的是闪灯 最右边的是降落灯 但FITO VR社群更加喜欢把它称为探照灯 这是因为这个降落灯并不是固定在起落架上 而是固定在机头的目标拾取器上 这代表玩家可以自由操控这盏灯的方向 那现在来讲解一下AH94的冷启动步骤 开启主电源 开启APU 将动力推杆推到待机 APU转速上来之后可以开启左引擎 在新系面板可以看到引擎转速 而备用系系面板 左引擎和右引擎会以短针和长针分别指示 引擎开启之后上方的指示灯会熄灭 这时便可以开启右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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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动力推到飞行 这样就完成了AH94的冷启动 那现在来示范一次快速冷启动 开启主电源开启APU APU转到第二个的时候开启左引擎 关闭权一锁 动力感推到飞行 等待左引擎转速进入绿色区域 开启右引擎 两具引擎便可以同时开启 那么能启动就算完成了 在能启动的步骤与步骤之间也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可以开启飞行器内其他的仪器 让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吧 关闭窗户开启主电源开启APU开启MFD APU到达第二格的时候开启左引擎 关闭神异锁 动力感推到底 开启雷达警告 开启备用仪表盘 切换到信息 左引擎已经到了绿色区域 开启右引擎 OK 转起抬头显示意 等转速到达绿色区域 拉起起程杆 起飞 收起楼架 转起飞 而AH94的关机方法与别的飞行器也非常不一样 并不是直接把引擎关掉就行 让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吧 把动力拉杆拉到关机 然后开启旋翼锁 旋翼的转速便会慢下来 而两具引擎也会同时关闭 旋翼完全停下之后便可以进行补给 如果你想更快的关机的话 你可以把动力拉杆拉到关机 开启旋翼锁 慢慢拉起进行转移锁 会让旋翼的速度骤降 会让旋翼的速度骤降 但要控制好力度 不然的话会重新起飞 记得把旋翼锁推到底 然后再补给 哦对了 还有一个功能忘记告诉你了 在这里有一个叫做Bail 我想各位都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只要你拉动这个的话你就可以 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EH94并没有弹射逃生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两只引擎都被机毁 而你的旋翼断掉 机尾也已经掉在地上的话 那么你能做的只有在胸口画个十字 然后跟世界敬礼 然后说一声再见 好的感谢各位观看 拜拜 感谢观看